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夏日火锅必备的冰粉 下面我就来简单介绍一下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冰粉三种做法 第一种是现成的冰粉粉末 泡成的冰粉 然后第二种是手锅冰粉紫 然后再加上石灰水来凝固它 第三种是手锅比例子 然后我们这三种都会做 然后我们要对比一下它们成品的区别 下面我们就开始吧 下面我们要开始做我们的第一种 是用冰粉粉末来做的 这是石刻我们来到的盘子里 然后我要到这个600毫升90度以上的废水 搅拌均匀 本来这个只要放到室温静置到凝固就可以了 但是因为我想快点吃上这个 所以我要把它放到冷藏静置 下面我们做的这个就是第二种 这就是手搓冰粉紫加上石灰水来凝固它 这个是我们已经量好的石灰粉5克 我们还需要50克的冰粉紫 倒入200毫升 下面呢我要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呢我要把它静置半个小时 让它沉淀 下面呢我们来进行第二步 这是我们量好的1300毫升的凉拌开 全部把它倒入锅里 下面呢我要放入这个纱布 然后呢我要把这个倒入 那我要把它裹起来 我呢首先要浸泡它两分钟 然后呢用适中的力量搓它八分钟 大家在搓这个时候呢 咱们的口袋啊一定要扎紧 不要把它露出去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力量不要太重 太重了就不太好了 它在做的时候 它会出一种黏黏的一种液体 它刚开始出的时候呢大家就开始搓 然后呢就搓八分钟 你看我的手上已经布满了那些透明的黏液 下面呢这个已经被我搓好了 下面呢我要滤一下这个液体 因为刚刚有一些紫不小心不知道怎么着掉出去了 下面呢我要把这个沉淀好的石灰水倒进去 注意不要把底下的那些沉淀也倒进去 下面呢我要搅拌一下 顺时针我要给它搅拌均匀 为了快一点我要把它放到藏里面 下面呢我们要开始做第三种方法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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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呢手搓碧粒子 我要把这个水倒到这个里面 需要750毫升 需要750毫升 还需要那块纱布 那块纱布 下面呢我们需要25颗的碧粒子 倒到上面 然后呢给它扎紧搓6分钟 水也是要那个凉掰开 然后呢搓呢也是要轻柔的力度 然后越往后搓水呢也会变得越黄越黏 下面呢我要给它过滤一遍 这是我们已经做好的成品 搓冰粉籽 还有加上石灰水 来凝固它的 下面呢我要加入液体的红汤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 加入什么葡萄干啊 干果啦之类的 味道非常好 它是纠缠的 就是呢手搓鼻涕子的那个啊 用法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然后呢还很方便 口感也不错 所以呢我更加推荐大家第三种 在炎热的夏天 大家也学着像我这样 自己制作冰粉吧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咱们下期节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